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头骨 啥 你也假呀 自打长玉拒绝了李妍 他一方面疯狂地严格校对为李妍制作的绣针板单边的各项数据 务求尽善尽美 另一方面 他有些不敢再面对李妍和扎小刀 扎小刀耸了耸肩 我不打扰你们 他和长玉擦身而过 在长玉耳边轻声说道 别放在心上 你没做错什么 说完 扎小刀就夹着书本和石头 瞅另一边嬉笑的几个女孩吹口哨 能让个位置给我吗 女士们 燕子脆生生地站到长玉眼前 你刚才说什么 长玉盯着燕子明媚的双眼 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 和燕子拥吻在一起 可是很快 他就抬起了头 你嘴里什么胃啊 长玉扎摸扎摸嘴 还挺香的 燕子羞得满脸通红 就 就是争清口碑 两人四目相对 都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女士们 先生们 恩菲尔德的新款单兵巨人 伊米尔 是世界上第一款 同时利用八颗三项球 发动的单兵设备 他出自恩菲尔德第一作战设备试验部 首席工程师 是罗伯特 我这辈子只露出圆润肩头的燕子 笑得花枝乱颤 你正经点 长玉挠着头 燕子撇了撇嘴 拿脚丫处着长玉的妖眼 男人呢 都是穿上裤子才装正经 你刚才怎么不让我正经一点呀 你说呀 别闹别闹 长玉捉住燕子的脚 两人在床上折腾了好一会儿 等都没了力气 长玉才吞吞吐吐的说道 燕子 圣医夫先生给了我一大笔奖金 我想 我可以拿回你的卖身器了 燕子惊喜的睁大眼睛 真的 长玉使劲的点点头 枕着床头的燕子 捉住长玉的手 激动的摆弄了好一会儿 那 你愿意回到渊都吗 还记得吗 我们都是那儿的人 长玉的脸色明显迟疑起来 哦 晚点也许 得了吧 你压根不想回去 燕子平静地打断了她 她失落地低下头 可总比当妓女好 我只是 真的很想念我娘 我还记得小时候 家里从江西买的童心帽花炮 专门请人放烟火戏 整个县城的人都瞧得清楚 我娘抱着我 那场面 可热闹了 可我在渊都从没有见过烟火 长玉闷闷地接了一句 燕子没再说话 长玉深呼吸一口气 燕子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以后能赚更多的钱 我们在这安定下来 到时候 我们就坐着我 亲手修的海上列车 我们回渊都 我可以买很多烟花 放给你看 好不好 燕子瞅着长玉 眨了眨眼 那 你可不许再反悔 一定 长玉斩钉截铁 两人的影子在烛火下 缓缓合在一起 我收拾一下 明天晚上来接你 我们离开去 好吗 深夜 长玉疲倦地从公寓门口出来 顶着四海童心 共胜滑步的横幅 走在漆黑的路上 远方的山上 各类蒸汽灯火和霓虹烟火 鲜明无比 可长玉仍旧看不清楚脚下的路 一步一步走得格外小心 长玉感觉 自己的右腿像是被铁狼头 恶狠狠地砸住 整个人瞬间失去了平衡 倒在地上 长玉 惨叫出声 在地上剧烈地挣扎 血流了一地 阴影里走出来一个秃额头 小胡子 棕红色头发的邋遢男人 他橘子皮一样地布满褶皱的脸上 长满绒毛 手里端着一口猎枪 用冷静的枪口审视着倒在地上的长玉 像一只历史的野狼一般 缓缓逼近 等等 我可以把身上的钱都给你 不要吓我 长玉用英语大声呼喊 可眼前的人不为所动 他在长玉那身还算整洁的衣服上 来回扫射了一圈 没有任何废话 用枪口对准长玉的胸口 准备第二次扣动扳机 等等 长玉的瞳孔缩成了针尖 他完全不敢置信自己此刻的遭遇 小胡子刚要扣下扳机 忽然有人在他肩膀拍了一拍 他下意识转头 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仿佛被一枚炮弹正面击中 不知 想没有想 长玉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拎了一头一脸 他的手指被什么黏乎乎的东西砸了一下 长玉一低头 却是一截血淋淋的头盖骨碎片 长玉死死的捂住自己的嘴 双眼几乎要突出眼眶 眼前这一幕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过刺激了 烟雾生疼 一瞬而灭的火柴照亮了扎小刀的脸 直卷烟在黑暗中亮起一丝红点 能站起来吗 长玉胆张着嘴 咯咯的说不出话来 扎小刀皱着眉毛 蹲下来在长玉身上四处摸索 终于摸出了一把手枪 他把手枪在长玉面前晃了晃 恩菲尔德是个军火公司 难道你没学过开枪 我 我中了一枪 我没想过 他打的偏 子弹从腿肚子穿过去了 扎小刀抬起长玉中枪的小腿 秀养几天就没事了 你为什么不开枪 你说你在圣弗朗西斯科长大 和圣弗朗西斯科的男人几乎都会开枪 你为什么不开枪 扎小刀不厌其反的一次又一次质问长玉 仿佛长玉没有举枪反击 是一件多么罪大恶极的事 长玉不说话了 好半天 扎小刀才伸出手把长玉搀扶起来 我送你坐上山的列车 以后出门小心点 你 你刚才做了什么 我看到他整个脑袋都爆开了 别问这么多 不可没有某人硬憋瞎话的脸皮 一直走到轨道前头 列车隆隆而来 长玉才松了口气 谢谢你 扎 我又欠你一次 小事 上车吧 回去把伤口包扎一下 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长玉点了点头 刚要上车 扎小刀又叫住了他 长 扎小刀叼着烟卷 不是每次我都在 不是每次 你要学会开枪 长玉苍白着脸 还没有完全从刚才短暂的经历中恢复过来 只是哆哆嗦嗦的 回答道 我记得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服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甘 演播 三生净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